咚咚咚咚 英雄技巧与细节 大家知道人马的Q技能是它的核心伤害技能 在攻击到目标时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暴走的增益效果 这个效果会为我们之后的Q技能增加一定时间的伤害和减CD 那我们去线上干个之前 经常可以刷野的同时积攒暴走层数 然后通过边拉野边用Q来延长暴走时间 这样当我们走到线上干个时 我们原本4秒CD的Q技能已经变为2秒一个 并且是满层的暴走伤害加成 这里我们以4级的人马打目标做对比 明显的可以看到 积攒暴走层数的人马 比常规干个的人马要多打出近100点伤害 我知道目标可是有100的护甲值 试想如果我们干个的是常规的对线英雄 护甲也没这么高 这个伤害差距只会更大 2.不死其事 很多新手小伙伴在使用人马时 经常做的事情就是霸挡冲锋之后 冲过去开着W技能就和对方站撸 结果每次都是扛不住伤害 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 反观别人的人马 却能在人堆里扛着好几个人的伤害 像个不死骑士一样乱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完全是因为你忽视了人马 W技能这个持续4秒回血的神迹 首先我们要先强调一下 虽然W的技能介绍里 有一个治疗效果的封顶值 但是这个效果仅限于小兵和野怪 我们在伤害英雄时 W技能的百分比回血效果 其实是没有上限的 都是阵理我们打目标为例 先开启W攻击一个木桩 只能回复较少血量 但是同时伤害4个木桩 血量直接提升了大半果 而且有一个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当队友攻击我们W圈内的目标时 我们也会享受到这个回复效果 所以总结上面几个因素 在实战中 想要利用W回复较高的血量 一定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就是尽量在积攒出暴走层数后 再开W 因为我们Q技能的暴走效果 是每层获得一秒的固定减CD 当我们拥有一定的减CD装备时 优先叠满暴走被动层数 Q技能的冷却时间只有0.4秒 这样在开启W后 可以让我们打出更多Q的伤害 来触发回血 第二点比较简单 就是在战斗中注意自己的战位 利用技能来伤害到更多敌人 以及将队友攻击的目标 圈在W的范围内 毕竟只有更高的伤害 才能触发更多的回血 最后以上两点 你也可以像不死骑士一样 在团战中坚挺的一匹 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 虽然W的回复值在攻击小兵时 有封顶值 但我们其实是可以主动惩戒小兵 立刻将这个回复量触发的 大家在实战中 也要注意灵活的利用这个细节哦 虽然玩人马 使用闪现的小伙伴比较少 但这里小一姐姐还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 人马是可以一闪和而闪的 因为E技能算作是一次普通攻击 所以人马的一闪比较特殊 需要我们先将E技能快速闪现的目标身后再接A 就能达到一闪的视觉效果 在实战中主要起到一个出其不意将对方踢回的作用 而R闪则比较简单 拍起大招冲锋之后 可以突然闪现改变自身位置来恐惧真正的目标 并且人马的R技能是可以打断E技能的攻击动作的 特别是后我们的E技能足够踢死对方 完全可以用大招打断E技能的动作起到一时二秒的作用 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 人马在使用E技能和大招时 金身是不会被打断施法动作的 和九筒的E金身道理相同 合理的把握好秒表的使用时机 也可以让你变成金色小马居 成功秀死对方 4.过墙马 大家都知道 人马的E技能会给我们提供加速和击退敌人的效果 一般我们在实战中主要利用加速来追击或是逃跑 但是很多人忽视了E技能击退效果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的E技能击退是可以打断很多位移技能的 典型的比如南刀锋的翻墙和螳螂E技能的位移 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对方利用位移翻墙逃跑时 使用E技能将其打断来留住目标 而且我们在E技能击退目标的同时 自己也会产生一段位移 利用这个特性 我们也可以主动开翼攻击墙体另一边的野怪或是敌人 达到翻墙的目的 更加灵活的用法则是主动攻击小兵野怪野区果实 利用这个位移来躲避对方的技能和追击 当然啦以上两种用法对于爆炸果实是个例外 因为它会让你哪来的回哪去 但是在我们又献祭了一名素材军后 还是发现了一个不会被弹跳击退的过墙点位 就是红色方下落的这个爆炸果实 当我们从下落附近往上走时 如果直接开E攻击这个爆炸果实 不出所料我们会被弹出去 但是当你控制着英雄 先点击墙体这里的这个点位 等英雄靠近墙体后再攻击爆炸果实 诶我们过来了 怎么样神奇不神奇 好啦本期的技巧议题就到这里